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两年前关于台化的一个问题 那当时很多环保团体出来抗议 说这样的化工厂 它可能制造了很多空气污染 那当然也有员工出来 希望说可以给他们一条深入 那这一阵子就很夯了 关于台中这个燃煤电厂 它虽然让我们生活中 有很便利的电可以用 相对的它也排放了很多二氧化碳 制造了我们很多空污的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子的新闻 告诉各位说 哇 台湾又被PM2.5 这个埋害所淹没了 哪一天新闻又报说 我们埋害随着冷空气报道 又开始出现止暴的问题 呼吁大家尽量不要出门 因为出门就有很多的脏空气 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那台湾的PM2.5的来源 主要是哪里呢 其实可以分成三大块 台湾的PM2.5主要分移动员 工业源 还有其他的固定员 那移动员值的意思 当然就是指我们一些开车的 骑机车的 一些二行程 四行程机车 大客车 客运车 小客车 这些排放的废气PM2.5 那另外有三分之一 是所谓的工业源 就是所谓的像仿制业 化学制造业 水泥业 炼油业 钢铁业 或者是像刚才提到的 有关这个燃煤电厂电力业所产生的一个空气污染 那再来另外三分之一呢 主要是一些像餐饮业 倒入阳城 或者是我们中南部 常常会有那个露天烧稻草 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空气污染 所以呢外面空气这么的差 室内活动有比较安全吗 告诉各位 其实室内的活动一点都不安全 大家没有地方可以逃 根据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调查显示 室内空气的污染危害性 其实是室外的2到5倍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室内好像比较安全 那室内有什么样的空气污染来源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 室内空气污染来源 包含从室外渗进来的 常见的一氧化碳 二氧化氮 还有一些刚才讲的 像PM2.5之类的悬浮微粒 那室内的人 当人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所吐出来的气体就有大量的二氧化碳 这也是一种空污的来源 那再来抽烟的 烧香的 拜拜的 或者是主菜的 所谓燃烧出来的烟雾 那这方面当然含有大量的一个污染物质 再来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少想到的 关于建筑材料的部分 我们其实室内的装潢 或者是很多的建筑材料里面 含有很多的甲醛 甲本 还有二甲本 那这类的物质其实都是有毒性的 那另外家里还有一些清洁用品 清洁剂 有机溶剂 也会有一些对肺部还有身体的伤害 那再来就是家电的粉尘 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印表机 3C产品 其实它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粉尘 会造成室内的空气污染 那我们的地毯窗帘 里面可能也都会产有塵满 或者是一些霉菌 增菌之类的 造成对我们健康造成损害 那这时候大家就要问了 PM2.5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想空气中存在有许多污染物 那PM2.5就是所谓的 particulate matter PM 那它的意思就是悬浮微粒 那PM2.5的意思 其实2.5指的是这个悬浮微粒的一个大小 我们看下面的表就知道说 这个所谓的总悬浮微粒 我们叫TSP 就是所谓粒径小于100微米的 它的大小大概是相当于 你在海边玩沙那个很小的沙粒 大概就是PM100 那在比它更小的悬浮微粒 包含PM10指的就是它的 粒径小于10微米 它大小直径大概就是沙子的十分之一 那这一类的微粒在空气冲漂浮 就有可能会经由鼻腔 来到我们的呼吸道 来到喉咙这样子 那在更小一点PM2.5到PM10之间 那它的直径密就更小了 大概是头发直径的 八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 那这样子的大小 我们的鼻腔还有上呼吸道 基本上是挡不住的 所以这样子的微粒就有可能伴随 来到我们的下呼吸道的呼吸系统 那再来就是所谓PM2.5 也就是粒径小于2.5微米的 一个悬浮微粒 它的直径大概只有头发的 二十八分之一 那这样的微粒基本上就是 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呼吸道的最深层 也就是肺泡的地方 那会随着血液循环来到我们全身 所以这为什么PM2.5 对我们身体健康 其实是有很大的污染 因为这样子的污染来源 其实不是只有在我们的呼吸道 它是会随着我们的血液到处跑 所以会造成全身性的一个伤害 所以PM2.5的危机 我认为它是用长驱直入四个字 来形容最简单 因为我们的上下呼吸道都挡不住 这些过敏源污染物质 就直接从鼻腔就直接吸到 最深的肺泡里面去了 我们看一下PM2.5到PM10 这样子的微粒 它主要是沉积在上部鼻腔 还有比较上层的呼吸道 那可能会造成一些支气管的发炎 还有黏液的分布 那比较大一点的 像刚才讲的PM大于10的这个微粒呢 主要是沉索在鼻腔 那就有可能引发一些过敏性鼻炎 咳嗽气喘的症状 那比较小一点的PM2.5 它就会来到肺泡 可能形成所谓的COPD 慢性气管炎 或者是支气管扩张 纤维化等等的症状 所以这张图就是 让大家有一个很细部的了解说 这是我们呼吸道的结构 当我们这些PM2.5 随着鼻腔吸进来之后 我们的鼻粘膜 鼻夹 鼻没有办法挡住它 来到了气管 鲜毛也挡不住它 它就直接来到肺泡 那我们肺泡的结构 其实是像一颗一颗的气球一样 那这些气球呢 旁边附着有很多的微血管 当我们这些有害物质 被直接来到肺泡之后呢 就会跟着我们的微血管 进行气体交换 所以这些有害物质 同样的也跟着气体一样 它可以渗透到微血管里面 那随着我们全身的血液到处走 那当然就会造成伤害 所以其实空污正在侵蚀 你我的健康 那PM2.5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我们看PM2.5 有人做研究 每增加十维克 基本上它会上升 8%的肺癌死亡率 上升6%的心肺的疾病死亡率 那上升4%的中死亡率 那当PM2.5下降十维克的时候 我们的寿命平均 有可能会增加 0.61岁或223天 所以其实PM2.5 对我们的健康 其实是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包含短期的影响 长期的影响 那长期的影响 譬如它有可能会降低肺功能 那在下呼吸道造成一些症状 譬如慢性肢气管炎 慢性阻塞性肺病 甚至会增加肺癌 发生的机会 我们看一下这是室内常见的一些污染物 包含说食免 食免目前已经被证实 它会造成肺癌的增加 尤其是所谓肺部的肩皮细胞瘤 所以它是一个已经被证实的一个致癌物 那其他生物性的污染物 包含黎菌 针菌 细菌病毒这些 当然有可能造成我们一些传染的问题 包含流感 或者是发炎 鼻子 还有眼睛等等的一些传染病 那燃烧的产物 我想抽烟 烧香 拜拜 还有一些主菜 有可能它产生的这些二氧化碳 一氧化氮的东西呢 有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些视力 记忆力的减退 那心跳可能会比较有异常 甚至出现死亡 呼吸困难 肺部损伤的问题 那甲醛 基本上有可能造成皮肤 眼睛 鼻子的刺激 还有呼吸道的刺激 甚至造成染色体的受损 有可能造成癌症发生的几率增加 那颗粒状物 也会造成呼吸道的感染 和肢气管炎 还有肺癌的发生率增加 那挥发性的物品 就是一些有机物质或清洁剂 那这些当然对我们的呼吸道 也是都有影响的 所以空污的危机 包含我们全身的器官 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最主要影响的地方 当然是我们的呼吸道 会造成所谓的慢性呼吸道疾病 常见的气喘 肺阻塞 还有大家听到很可怕的肺癌 其实气喘在中医文献记载 我们称叫做哮喘 然后它有可能是外血清洗 饮食不当 素体不强 或病弱体弱所引起的 那气喘会有什么症状呢 气喘基本上我们认为 是一个抑制性的疾病 那它常以慢性呼吸道发炎的情况 来做一个表现 那发作的症状随着时间变化 而且严重度是不一致的 譬如有一些气喘的人 它可能夏天很好 那秋冬季节到了 它就会开始发作不舒服 或者是它白天很好 但是到了晚上清晨 气温变低的时候 就开始有症状 气喘的发作的原因有很多 包含说基因跟环境的因素 那什么情况下气喘容易发作呢 包含有一些危险因子刺激 譬如说花粉季节来了 我吸到了一些过敏源 花粉过敏源 或者是吸到脏空气 病毒感染 就是感冒 或者是有一些运动的刺激之后 就有可能引发气喘的急性发作 所以空污和气喘 其实是非常的紧密的一个关系 研究基本上也证实说 越高的悬浮微粒浓度 会引发越严重的气喘症状 所以空污对我们的影响 当然是相当的严重 再来第二个疾病叫做肺阻塞 那什么是肺阻塞呢 肺阻塞基本上简单的定义就是说 肺部及呼吸道对于这些 有害微粒或者是气体所造成的一个慢性发炎反应 那这些慢性发炎呢 会造成渐进性的气管 呼吸气流受阻 那肺阻塞的元凶是什么 空污又跑不了关系了 最主要的元凶主要是抽烟 燃煤还有空污 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造成肺阻塞这个疾病的发生 那肺阻塞会有什么样子的症状呢 我想我们的周边的亲戚朋友 如果有人在抽烟的 到了一定的年纪 尤其是50岁之后 他如果长期的咳嗽 长期的咳痰 甚至呼吸的时候会喘 会有一些喘民声 我们说哄哄哄的声音跑出来 咳痰喘 这就是肺阻塞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所以远离空污还有烟害 我们才有办法远离肺阻塞 所以要鼓励大家都戒烟 这是肺阻塞的肺部的实体 它里面充满了空洞 因为肺阻塞这个疾病发生之后 我们肺部慢性的发炎 所以我们肺部的组织会被破坏 所以里面有很多洞 像海绵一样 再来我们要讲的是肺癌 肺癌目前真的是一个新的国病 很多人名人都是因肺癌过世的 那为什么听到肺癌都很害怕呢 肺癌基本上是一个高发生率 高死亡率的一个疾病 我们看一下不管男性或女性 肺癌的发生率都是相当高的 是十大癌症死因的第一名 那它有很多的危险因子 包含说抽烟 二手烟 基因也有关系 还有一些职业的暴露相关疾病 那最重要的重点当然是空污 也会造成我们肺癌发生的机会增加 我们看到这告诉你说 因为肺癌死亡的女性患者 其实只有数person跟抽烟有关系 所以不是只有抽烟会造成肺癌 它还有包含其他的因素 包含空气污染 还有厨房的油烟 都有可能造成肺癌的发生机会增加 所以以前就有新闻报导 告诉我们说这些PM2.5 可能是女性肺癌的致癌杀手 那肺癌恐怖的地方在于 它是一个很沉默的一个癌症 它的症状相当的不是那么明显 包含说咳嗽 咳血 胸痛 声音沙哑 呼吸困难 食欲变差 或者是反复的肺部感染 都有可能是肺癌的 一开始会出现的症状 当然最有可能的 我们很常看到 其实根本一点症状都没有 它有可能是意外发现的 来医院的时候 也许只是一点小感冒小咳嗽 X光一照看到右边一颗大颗的 这个就是肺癌的产生的地方 那肺癌75%以上的患者 第一次诊断的时候 就已经是接近末期 基本上可以用的药物不多 如果不接受治疗的话 从并发到死亡 其实只有3到6个月的生命 所以肺癌大家闻之色变 听到都觉得很恐怖 尤其是末期的肺癌容易合并一些 譬如脑部 肝脏 骨头 这些地方的转移 甚至会产生热膜 肌液 对生活品质的影响是相当的大 以上讲的这些疾病 很多都是由空污造成的 我们要如何了解说 我们的肺功能到底 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其实也不见得要跑医院 我们有一些简单的功能可以自己来检测 包含像这个所谓的土气尖峰流速剂 这个大部分是气喘的患者在使用的 可以自我监测我的土气流量 还有肺功能好不好 它其实就是一根管子 那里面有一个寄速器 可以告诉大家你的肺活量可以吹到哪里 那拿起来用力吹一口 我们可以看到我可以吹到 大概接近600的地方 那当你土气的流量越高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把你的数字 推到比较高的地方 那空污所造成的问题 往往不是只有呼吸道的疾病 因为这些PM2.5有可能会 随着我们的身体循环 来到我们各个器官 所以它有可能也会影响 我们的心血管系统 造成中风或者是心肌梗塞 或者是一些皮肤还有黏膜 所产生的一些发炎性 或过敏性的问题 所以如何防止这个空污 来清洗我们的健康 我想可以有三个招数 出门在外面PM2.5这么的多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避免它 所以出门记得把口罩戴好 因为你无法把户外的PM2.5减少 所以我们就保护自己 把口罩戴好 再来你不要去制造这些燃烧 所产生的废气 所以很多瘾菌子 我们要希望您可以把烟戒掉 戒掉不只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好 对我们周边的人 也可以减少二手烟的影响 再来在室内的环境 因为室内的环境 我们这些室内的空气污染 前面已经有提到了 室内的空气污染 其实危险的因素是比室外甚至来的危险的 所以室内的空气污染 如何把这些空污过滤掉 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那再来就是说 在室内的地方 我们在室内的环境 总不可能一直戴着口罩 那是相当不舒服的 那在室内的空污躲不掉 到底要怎么办 那我们就想办法消灭它 那其实人类的呼吸系统 是一组功能非常卓越的空气清淨机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在室内里面 我们每个人都在扮演空气清淨机的一个角色 我们把这些张空气 吸到经由鼻腔 来到腌部 喉部 然后来到下呼吸到气管 还有支气管 还有肺部的部分 其实是经过层层的障碍 我们慢慢的把一些张空气过滤掉 那像刚才提到的 像PM2.5这类比较小的微粒 当然就不容易来过滤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个 科技可以来帮助我们来代谢掉这些 脏的空气 还有污染的空气 不要让我们的肺部还有呼吸系统 真的就拿来当一部空气清淨机了 一个好的机器 基本上可能有一些重点 包含就是说 它可能这台机器要有一个好的过滤效能 包含说它的滤镜量要够大 那它是不是能够过滤比较小的微粒 那它的滤镜技术好不好 是不是能过滤多种的一个分子 再来就是节能静音 它是不是有节能认证 那它会不会很吵 如果说为了一台空气精进机 那让我们的室内环境变得很吵 我想也不适合 那它有没有一些智能科技 可以监测滤网的寿命 或空气品质的侦测 那它的保修保固好不好 那是不是有一些国际公正的一个单位来做 对这样的机器做一个认证 我们室内的空屋 基本上像刚才介绍的是相当的多 包含客厅可能有一些 黴菌包子 植物 花粉 那有人的地方就可能有二手烟 有细菌 有病毒 那有可能会猫 狗 会有一些毛屑 那这些毛屑其实都是一些过敏源 那像刚才提到的装潢里面 可能也会残留很多一些像甲醛这样的有毒物质 那厨房有可能会有油烟 那车子其实也是一个密闭空间 那车子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内装品释放的甲醛甲本 那会有一些塵满 或者是我们空调系统吹出来的灰尘和细菌 其实这些量都是相当的多 那如何过滤掉这些微小的有害分子呢 我们看如果能够把一些很小的微粒过滤掉 其实对我们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个PM10和PM2.5其实相当的微小 这个刚才提过 它的大小其实只有头发的六分之一到二十八分之一 所以你的机器 空气清新机是不是有办法把这些很小的微粒过滤掉 甚至把像细菌病毒这么小的一些小微粒把它过滤掉 那对我们健康当然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我们看一下空气清新机过滤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 包含说活性碳 HEPA滤网或者是光触媒等等的 那其实各有各的长处优点跟缺点 譬如HEPA滤网它可以过滤属于比较颗粒型的污染物 像PM2.5甚至更小的微粒 像细菌病毒这些小的微粒 它都可以把它做一个很好的过滤 但是对于有害气体 它的过滤能力就不是那么好 那相对的活性碳 它对于颗粒型的这些污染物过滤效果不好 但是对于有害气体 像刚才提到的一些甲本甲醛 这些有害气体 它的过滤效果相对就好很多 那其他的像一些光触媒 紫外线臭氧离子产生器这些 有的一些效果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实证 来告诉我们说它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其实一个好的滤镜技术 就是要能够综合各种不同技术的好优点跟缺点 来达到一个最好的过滤效果 那我想今天提到了这么多呢 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空气污染不管是室内或室外的空气污染 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要进空气才能得到好运气 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空气品质 才能为我们的健康挣一口气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